来源 新华网 记者3日从天津市防控指挥部获悉 自2020年12月4日两时起 天津东江港区看海宣小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 天津市其他区域风险等级不变 此前 丹小区已发现6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2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2020年11月20日两时起 天津东江港区看海宣小区被划定为高风险地区 12月2日18时至12月3日18时 天津市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